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们经常常规去操作的一个什么打点的一个结构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什么我们的一个经典操作回档的一个结构对不对 所以说今天朋友们这个空是一个不错的空 这个位置到了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选择左侧 左侧交易进在阳线上朋友们去拿它一个什么震荡的一个利润 先看震荡所以说这个止盈止损的话呢你一眼就能看出来 所以说止损也不大朋友们四小时看震荡 所以说这个空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什么重点的一个机会 好除了我们商品货币的澳元之外呢还有我们的一个美加 商品货币中的一个美加 美加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昨天这个位置对不对 是一个什么警线支撑也是一个回档的一个支撑的一个位置 价格在这个位置横着磨及了一下对不对 价格跌破 所以说那这个支撑的话呢就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对不对 那现在的话呢这边的话呢就是一个什么单独的还是一个什么下跌的一个趋势 下跌的一个趋势那这边的话呢还是怎么样顺势的这样的一个思路 朋友们我们30分钟来看一下它这个结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构 这边的话呢是一个什么一笔干净的一个下跌 这个位置进行了一个什么小的一个调整 未来再加速的一个概率是比较大的 那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带大家经常操作的一个什么 加减加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这个单的话呢等一下 朋友们我路上早上差不多就要带我们的这个小伙伴去执行了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美加组合筹略去操作 怎么样去操作呢 重点关注这个位置 朋友们重点关注这个趋势线 这一段的这个趋势线 现在价格先进场 现在0.3成仓或者是什么 0.5成仓先去进场 进场之后如果说价格能给反弹的 反弹到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是什么 是我们加仓的一个位置 朋友们加仓的一个位置 止损的话呢只要放到前高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总体的一个止损也不会很大 所以说今天的这个美加 我要带大家去做的是什么 是组合策略 组合策略去组空 等一下我们就进场了 好除了我们的一个美加之外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O2 O2的话呢我们从日线级别上来看 也就是柔错嘛 日线的一个柔错对不对 所以说今天跟明天我们仍然是看什么 看这个区间的一个震荡 朋友们 日线的这个区间的这个震荡 昨天晚上这个预期我也给到群里面了 如果说有进场的小伙伴 现在就干嘛 就耐心的去持仓 如果说已经做空了的 就耐心的去持仓 如果说没有进场的 现在还是可以去做 还是可以去进场 拿它下面的这一部分的一个利润 所以说四小时日线 都是非常完美的一个震荡的结构 朋友们 好了各位伙伴 那以上的话呢 就是我们今天早盘的全部内容了 对我们阿萨社区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撒门下方的这个阿维码 将会了解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赚钱的一个机会 对不对 成为我们的一个会员之后呢 会享受更多的一个高分的一个策略 以及我们的一个教学服务 好那最后的话呢 我也祝大家交易愉快 我们明天再见